這幾天在國際間最關注的焦點 莫過於是阿富汗的政局 現在相當的動盪 也包含的是塔利班 已經強勢回歸了 攻下了阿富汗的首都 克布爾 因此現在大家都感覺到不安 中國 美國 英國跟法國 都已經發出了通知來撤僑民 但是有一個國家卻反其道而行 就是南亞的印度 他們在7月11號的時候 向阿富汗緊急來軍援 甚至也傳出要出兵 阿富汗的動作 包含你可以看到 印度他們自己的人民黨元老 也呼籲總理莫迪 必須要出兵2萬來保護首都克布爾 為什麼印度有這樣舉動呢 或許要返回到2001年這個時間點 因為在這之前 其實美國是沒有出兵的 所以阿富汗的政權本來就是塔利班 而且還受到了巴基斯坦的扶植 印度在2001年 美國進到阿富汗出兵之後 也開始有一個親美的政權 這時候印度政府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要在阿富汗來扶植自己的人馬 因此做了兩個組織 一個是國家安全局 一個是國家安全部隊 隨著現在塔利班回歸之後 其實印度也相當擔心 因為塔利班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是滿好的 所以印度接下來的危機會不會變多 所以才希望出兵 那再加上過去印度在阿富汗 投資的成本建設等等都非常多 那他們也希望反制巴基斯坦 所以不少人懷疑印度接下來 可能會採取更驚人的行動 那也是外界的關注焦點